分油箱,一屋七個勝,建制派大勝之迷 一場選舉,建制派橫掃千鈞 人們不禁要問,那些票是哪裡來的? 好像在美呼南選區,競逐連任的德哥獲得了幾百票 但也輸給民建聯的對手,那些保皇票為何多了? 記者明查暗房,有眉目了 有單位收到一堆奇怪怪的投票通知書 有個單位有十三個選民,還要分別有七個勝 嘩,你猜72家房客嗎? 記者查到,戶主是政協良平 2007年那一屆,單位的選民是全家四個人 今屆多了九件 有沒有這麼多人住在這個單位? 沒有… 這些可能是人家的架放在這裡嗎? 沒有…沒有這麼多人住在這裡 今天就是我做Fiat 名目張膽成這樣,富之欲出 最厲害的是,他在香港有過千個單位收租的 在佐敦東選區,有30個南亞裔選民 住址竟然是九龍油箱偏好 難道油箱也可以住人? 佐敦西都有30個引田跨區地址 有人就說住在蕭立店 還有一批空港部隊,本身是住在內地的香港選民 建制派可以隨時因應選情 安插他們,登記不同選區 這樣就成為流動貼票了 想中票,話那麼容易 離譜的是,還有競爭激烈的西環寶翠選區 這對舊樓,都是選區範圍 不過其中一棟,竟然有8個神秘選民 沒有街坊知道他是甚麼 馬安山、遙安村,住了20多年的李小姐 都收到神秘通知書 為甚麼我收過我的投票書 是收多一張,很奇怪的 我覺得有點疑惑的 我真的有點擔心 這個人是我不認識的 我完全不認識的 你說發生甚麼事,我真的不知道 爭崩頭的黃暴冬 懲罰選民的分謝,票還要多了 記者查到有些單位,有神秘選民 請問你家裡是否有四個選民登記 不是 是 那你姓劉,那有沒有個姓羅的? 有 那孫呢? 沒有 那姓黃呢? 沒有 還有這堆有錢人,明明住豪宅 登記住址,竟然是他們的寫字樓 擺明違反選舉事務處的規定 選舉事務處事事實單單 學者說這樣只會作長舞弊 大家可以的 現場 增長